现在就下载98新闻台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精彩节目 98新闻台FM98.1财经一路发 我是阮木花 今天在廉价期间 请来我一位朋友 来跟大家谈一谈他的业务人生 其实我之前对他的认知 是很会投资 很专精于科技股的投资 对不对 我现在才知道说 原来他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业务人才 而且在大公司待过 跑遍大江南北 其实在职场上面 在业务能力上面都非常的强 因此而出了一本书叫做 闯出人生好业绩 百亿超业教你活用业务实力 那是到底哪个时 哪个力 等一下来请教师慧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 就是陈师慧 那这本书呢是彩石文化所出的 世慧你好 哈啰 木华哥现场的观众 今天是儿童节好开心哦 拜拜 不能拜拜是刚开始了 那木华哥太紧张了 今天是儿童节 很多人已经没有这个儿童节这个想法了 因为我们已经都是老串童了 也不错 我老串童我们一起来过儿童节 今天 那等一下手牵手去儿童肋园玩 可以吗 我好期待今天 小时候不就大家那个幼稚园的时候 就手牵手排排队 到儿童肋园 Здесь 我们以前是这样 现在都没有 你有这种经验吗 有啊有啊 还有要挂围兜兜 还有挂一个名牌 围兜兜 幼稚园的土 就是一个围兜兜 然后那个名牌是那个 要別那個回文針這樣別在這個圍兜兜上面嗎 慕華哥我沒練過幼稚園 喔你沒有練過幼稚園 所以你比我有錢我覺得 你為什麼會沒有練過幼稚園 我的書開頭就是因為沒有練幼稚園 然後爸爸突然被調來台北 然後我還記得 因為我不知道什麼叫幼稚園 因為我們在雲林鄉下沒有幼稚園 然後我很開心第一天上課 我我我可以講嗎台北仁愛國小 可以 仁愛國小是在台北算什麼 那時候很開心 算是不錯的國小啊 喔我為什麼知道我第一天上學 我覺得我終於可以上學好開心 我就很快很快到教室 一坐下來 可是我沒有認識的朋友 老師的第一件事就是考試 是嗎 考啵啵啵嗎 是上課的第一天 小學一年級第一天就是考試啊 對啊 這老師未免也太給大家下馬威了嗎 就國文課然後老師就考啵啵啵嗎 然後我聽都聽不懂 對 然後就考零分 很正常吧 欸穆華哥以前有嗎 吃了一個大鴨蛋 對啊 我國小的時候成績也很爛啊 不是最後一名就倒數第二名了 我大概沒有拿過這兩個名次以外的名次了 你說倒數喔 最後一名跟倒數第二名啊 我就沒有拿過這兩個名次以外的名次就對了 那我們真的要手牽手去過兒童節 我們有相同的歷史經驗 可是你Buffer Me你有學過 你進國小一年級你會Buffer Me嗎 講真的我都已經忘記了 對 所以你那時候的幼稚園有上Buffer Me有教Buffer Me嗎 好像有吧 應該有吧 因為我是有上過幼稚園 對 對 所以我就考零分了 所以第二天老師又叫又考試了 嗯 全班都只有我一顆考零分 對 第三天老師受不了了 就說你這樣考零分我就叫你媽來 哈哈哈 所以那時候我就很直覺的 我就覺得 其實鄉下小孩就是在外面跑 雖然成績不好 可是有一件事 我就趕快我旁邊的同學的考卷拿來 他一百分 對 我就死背 反正老師每次都考實體 我背完之後就拿回去 第二天老師來了 實體就直接寫了 嗯 老師不用練 因為我聽不懂 嗯哼 還是考零分 我也會考一百分 就開始了我的人生 OK 對啊 你你小學 呃一開始走的還蠻艱辛的啦 那但現在目前很成功 哦 而且是新華大學EMBA碩士 英國威爾斯大學商業學院的碩士 嗯 那這個大學是東海大學 外文系 對 其實東海大學外文系 這不好讀啦 我知道東海大學外文系算蠻厲害的 大一英文被盪三次 第四次才成功 哦 因為鄉下孩子就是很喜歡外文系 啊你怎麼考得上東海咧 因為你只要英文好一點 可是我們可能鄉下沒有補習 所以我的 listening 嗯 跟speaking很差 嗯 Reading可能好一點 是 然後外文 東海他都是外國人 對 所以聽不懂 嗯 就一直被盪一直被盪啦 OK 盪到後來很厲害 你讀書的路蠻艱辛的對不對 算艱辛啦 其實齁 因為如果說你不要去跟 去比較這件事 是覺得還OK 就是再重考就好了 對 對啊 所以 而且人都 有時候我們回去看過去 再想這些 其實那個當下不會覺得自己很可憐 因為一直都是那樣就覺得就這樣 嗯 把它度過就好了 OK 嗯 所以 思惠我覺得你那個受挫力很強 嗯 在職場上是不是需要這種受挫力啊 你說被折磨這樣嗎 哈哈 在講白話就被折磨了 就受挫力了 以前齁 其實我後來回想那些折磨我們的人還蠻感謝 嗯 他這樣破口大罵罵我們 罵他自己這個 臉紅脖子粗這件事 對 然後我還不受教 哈哈哈哈 現在覺得很感謝他們 OK 對啊 你說你的個性是自卑內向 但是對目標執著 你看不出我自卑內向嗎 你完全看不出來 我覺得你很外向啊 呃是當媽媽以後 像你剛才練的那些學歷 都是工作之後才去做的 啊 是喔 嗯 你這些學歷是 工作 除了外文系以外 外文系那時候因為高中 我爸爸就是叫我去 其實我們家沒有補習也不希望你 你也不用升學就是 沒有就去紡織場做女工就好 因為我 很簡單 因為我國小四年級 那時候我沒腳踏車 為了腳踏車就 自己四年級就跑到工廠說 我想要買腳踏車你用我好不好 因為我其實國小就長這樣 嗯 就是身高就是 國小畢業就沒再高了 嘿 對啊 你國小算很高耶 胖胖的圓圓的 就是壯壯的 所以國小以後就沒有再長高過 國小就長得像娘家婦女 OK 因為我跟我像我的小妹跟我差 五歲 對 然後我爸爸跟我在操場那邊 在繞繞跑步 然後我妹妹的同學就跟我妹妹講說 你媽跑得比你媽 你爸還慢耶 其實是我是他大姐 所以你可以知道我就是 國小就長這樣 就長到現在都一樣 怎麼人生已經在受到打擊啊 好像很習慣 因為常常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我小時候跟師匯有一點相像 你剛講說 沒有我都在台北 對 可能 可能待遇比你好一點 台北城市的孩子 但是呢我小時候我們家境也 並不是都非常優渥了 對 那當然小孩就喜歡買一些那個 這個玩具啊之類的東西 我就騎了我的小腳踏車 到那個房屋銷售中心 那時候才剛開始 台北市有很多 開始在蓋公寓 那我就看到他們裡面堆了一疊疊的海報 我就說呢 你給我錢我幫你發這些 喔那時候多小 國小 欸那我覺得 你也是 你也很有業務力耶 我也有業務力 對啊 你那時候是不是想買什麼東西 就玩具啊 那沒有錢啊 爸媽不給啊 那我就想說 那我就騎了我的小腳踏車說 那我可以做什麼 我就想說 欸我看到他們裡面有很多海報好像要發 嗯 那我就說 叔叔你那個海報我幫你發 你給我錢 然後呢他怎麼說 他說好你拿去發 他說但是你不能拿去丟掉喔 嗯 我說不會 我絕對不會丟掉 我一張張投到信箱裡面 你有遇到什麼事嗎 在發海報的時候 欸忘記了 反正我後來就有拿到錢 喔很開心 很開心 我也發過海報 可是那個是高中 就是確定考到大學 然後發海報的時候 還被狗追被狗追 就是發到門口有狗看到 我就不不不不 我就趕快 趕快跑趕快跑這樣子 OK 所以我剛才問你說 你這發好報 欸你很勇敢 而且 可是那個你路記得嗎 因為你可能在發的時候是 可能會越走越遠 沒有我就騎了他車 就在我們家附近啦 其實那個銷售中心就在我們家附近 哼 然後就在 就在那個地方 其實我就是 常常騎腳踏車的地方就在那邊發 欸這算精準行銷欸 他那個叔叔伯伯也蠻聰明的 對 因為你就在那邊很熟 其實我覺得他是可憐我啦 對 因為裝著一副無辜可憐的樣子 然後他就覺得說 好啦反正就給你一點錢 你就拿去發這樣子 欸那慕華哥 你應該是到哪裡都活得下去 我覺得 有啦我真的是很耐操的 真的 對那我們真的很像 像我以前在國外 念書的時候 我很笨啊 我為什麼後來就是 我學費不夠 可是我就想出國 因為人家都被笑啊 就是 那時候我在環店 你知道環店在我們那邊 我知道環店 喔那時候股價兩百多 然後幫IBM做motherball 對 然後我是 本來是沒有辦法被面試上 因為我是東海業監部 然後又不是理工科 又不是國立的 對 可是 anyway我就跟他說我可以 他們就用我是一個 可是我那時候第一天 業務一進去 哇四五十個業務 大家都有日流德 流英流美的 嗯 我就覺得自己很 就自卑內向 又來了 又來 就這麼來了 就那時候覺得 欸一定要出國這樣 對 加上又被嘲笑 就你幾 你知道我們鄉下地方 做業務是很丟臉的事 嗯 爸媽沒有辦法 同理我 就 我很開心拿環店的名片 嗯 就人生第一個名片 回去給我媽看 嗯 媽說 他就覺得你是拉保險的 喔 我不知道我們那個年代 沐華哥那個年代 你做過業務嗎 我做過業務啊 嗯 對那時候感覺是什麼 嗯 我覺得 還好啦 就是說一般人現在對業務 已經沒有那麼 感覺好像你就是去 去拜託人家那種感覺 可是我們那個 我們一樣老耶 對 可能是 為什麼你沒有 還是你太帥 所以你沒有被人家覺得 欸你做業務 可能是在台北的關係吧 喔 因為你回去鄉下 你媽媽可能會覺得 做業務好像 她覺得業務就是什麼 賣房子賣車子 尤其是拉保險 因為 在鄉下地方很多這樣 可是我覺得他們好可 他們其實很辛苦 鄉下就尊敬什麼 師自備醫生啊 然後老師啊 對 然後 會計師啊 律師啊這些嘛 就比較尊敬師自備 對於做業務好像就比較 覺得你吃一等這樣子 那加上又一件事就是 你知道愛情這件事情 嗯 對那時候我好不容易進去業務 然後突然 有那個男生 他想要 他喜歡你 然後我想說好不容易 因為以前大學 現在沒有任何大學同學跟我聯繫 因為那時候 很自卑 嗯 然後那時候早上去煎蛋餅 晚上 當保姆 又要工作要有錢 大學的時候 然後六日可能去教英文 啊所以 就像那個角落生物一樣 所以也不想 聯誼人家也看不上我 因為我們很破舊嘛 他一定會去 因為我被什麼上 就是人家聯誼不是 一聯誼就一啪來 然後那個男生看了我就回去了 呵呵 就是覺得內心很受傷害 欸木華哥你看我這個樣子 你覺得我長得很醜嗎 是不會啦 你不敢講 不會啊 我覺得你還蠻可愛的啊 你知道我們小時候那個年代 其實美女不是這樣 美女可能是像前面那個小年代 就是要細眉毛 你記得吧 OK 小時候要淡淡的眉毛啊 然後小小巧巧挺挺的鼻子啊 櫻桃小嘴 我跟好都相反 我鼻子很扁 木華哥你還有鼻子對不對 我沒有鼻子 我鼻子比那個嘴唇還凹進去 你看 我嘴唇還凸出來 然後我眉毛喔 我跟你講小時候大家都叫我黑猩猩 全身都長滿毛 我的毛越來越少 是因為 後來生小孩 就毛一直掉了 連藝毛都掉了 呵呵呵 好 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回來 喔 要休息好 不好意思喔 等一下回來請教師匯 兒童姐我們要開心快樂一點 好 真的很開心 等一下回來我們要請教師匯 業務力到底要怎麼建立 我們這邊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我要去節目現場 98新聞台FM98.1財經一路發 我是阮木華 其實剛剛師匯是很輕鬆的講他的人生 其實我覺得人生在輕鬆的背後一定有艱辛的部分 不過呢 從師匯的這種輕鬆面對人生艱辛的態度 我覺得為什麼他會成功其實這是其中的原因啦 對不對 如果你基本上你是一個很辛酸的去思考自己過去 或者是說你給自己太大壓力 或者是說一直覺得自己命很苦的話 我想你的人生也不會快樂啦 像師匯這樣辛酸的一個過程 但是呢他可以用輕鬆跟幽默的態度去自除 我覺得是很棒的一種人生的哲學 所以怪不得他可以闖出人生好業績 那這本書再次介紹給各位 是由彩石文化所出版的 那師匯我知道你待過很多電子公司對不對 沒有很少我跟你一樣 環訓環電跟正文嘛 對因為出國之前是環電 出國後就正文 OK 我是很專情的 英國留學回來就到正文 那你覺得台灣的科技業 你在這個職場裡面你學到的 或是說你認知的是什麼 如果說真的想要學很多 其實以前我在投履率表出的 我還要投台積可是投不上 然後後來我後來 因為後來現在台積電朋友很多 因為公演越遠投不上啊 就是要國立大學嘛 台積教嘛 又要理工科嘛 後來我學到說如果真的要學很多東西 台積電這些都很好 就是你遇到挫折會比較少一點 因為他事情分得很細 對 那如果說你真的想學很多 到小一點公司 因為他的資源比較限縮 就是很多東西都沒有 你什麼都要做就對了 什麼都要做 什麼都要學 所以我誤到一點就是 因為沒有你才會去找 想要知道怎麼去借資源 然後去創造有 那個過程是非常有成就感 就是說比如說是零 然後你變成有很多是很開心 可是你在大公司裡面 資源太多 可能這個訂單是老闆就拿下來 其實如果你業務在大公司跟小公司 除了待遇差很多可能薪資 可是工作內容也差很多 如果說你在一個 五年你來看五年以後 在小公司的業務是真的會比較強 因為你可能你要去開發客戶 你要自己去打電話 然後去美國跟客戶討論產品規格 我還在電信公司裡面做小妹測試 然後要兼測試工程師 然後你要兼PM 要兼PLM 然後要跟客戶溢價 我的BON一定比那些大公司貴很多 我還打電話給廠商 所以我就變成每一顆電子零件價格 都寄得清清楚楚 然後我也可以知道說 而且我還甚至其實報價是一個光 一個重點我裡面有講 就是說以前我怎麼報價給客戶 客戶都覺得很貴 然後就說我衣服幾乎都要偷光給你看 為什麼還很貴 就是說我真的覺得已經不錯 當然我們要幫公司 就是要有一些Profit在裡面 對啊 可是我因為一直在做這樣事 我練就了一個 我裡面有講業務實力一例很重要 有一例很重要是能 數學不用好能算 就是說 因為我覺得只要沒有錢的人應該對很愛錢 然後希望有錢就對數字很敏感 錢花多少很敏感 只要有這一點就夠了 所以我的能算是說 然後我就變成我數字是這種照片式記憶法 就是光不不忘 可能台積電10年前的財報現在還記得 喔 對 就是這個是因為我在跟客戶溢價 因為客戶 因為我是很小的公司 每次出去都有一個人 然後我的competitor都是二三十個人 而且還有office在那邊 因為我公司人是誰 啊我都一個人出馬 所以我要記得所有事情 那客人在溢價就是一排嘛 啊我一個人在那邊 他就開始跟我討論價格 為什麼你這個多少錢 別人多少錢 就很像在打牌一樣 就機機機 後來就說不可能啊 你怎麼會覺得我貴 他就會 他那一次我學到一個東西 這是 這個是很大的秘密教大家 就是他那時候一張 一出來competitor給我看 嗯 你知道他們做了什麼事 為什麼 其實最後結果差不多 他一直說我價格貴 因為電容電阻 木華哥你知道 電容電阻是叫0.01美金 嗯 可是客戶 對客戶要看只看貴的 0.3美金以上的 那他們就會把價格 你看0.01美金以乘10也才0.1而已 對 而且甚至電容電阻是0.001美金 就算乘以20才0.02 嗯 客人看不到 嗯 那我們很 我們就比較掉地了啊 我們就是鄉下人就是 都 老老實實的啊 我就是這樣 很貴的也乘 呃要有一點公司留一點profit 對 因為我知道成本多少嘛 可能就是 都抓一層一層好了 OK 貴的也抓一層 啊便宜的抓一層 嗯 他就看到我貴的抓一層 他只看到貴幾個 就覺得我比人家貴 哦 殊不知我 我懂了 可是你知道一個一個model board 就是一個板子上面 可能有500個零件 對 其實電容電阻 300到400 大概網通 或者是MOD那種 大概三四百個 那電容電阻可能有200顆 就是不管電容電阻 還有那種小小的便宜的什麼 戴爾德啊 就很多那種被動元件 就像國巨做那個 嗯 那個就可能就有200多顆 那你這樣整個下來就很可觀 嗯 他不是乘以10倍20倍 因為我一看就覺得 欸怎麼少一個零 為什麼他的電容電阻 比我貴20倍30倍 嗯 然後我就看 原來他主要貴的他沒有加價 哦 所以他是凸顯他那個 呃就是說他在貴的零件上面的競爭力 對 比如說對啊 然後你就傻傻的全部都照這個 呃照照你們的利潤跟成本來計算 對啊 就沒有沒有一個亮點就對了 比如說其實 就是我覺得美國人很厲害 他找殺價都找華人很厲害很會殺 哈哈 然後要去他們要業務都是白人 因為像我的客戶好 我去美國都是很大的客人 嗯 那他裡面有印度人啊 中南美人 黃人紅人什麼 可是阿滴 齁就是華人 那你看喔 比如說你報50塊我報50塊 可是他就會來砍我 因為他只看貴的地方 他就覺得說如果你貴的變便宜的話 那我的價格可能比較比他便宜對不對 然後看到我變便宜之後 他又跑去跟他殺 為什麼你其他會不會也在便宜 要不然我就訂單給誰 所以就一個循環一直在循環 所以他才要那個不同供應商 大家互相殘殺啊 對對對對對 越殺他的成本就越低啊 所以而且我後來覺得說 你看我跟其他台灣大 因為我的企業都比我大100倍 我很小咪咪的這樣子 那我發覺到他們其實很優秀 其實我在跟他競爭之中 我發覺到他們很優秀 我真的比較不優秀 而且我產品不會 我們沒有這個產品 我是去跟IC設計廠商借來一個板子 因為我覺得這個東西量會很大 然後我們公司開始做 所以我們失敗13次 歷經三年 可是這個公司 我覺得還有一個要跟所有的業務 我知道很辛苦 就是說你產品錯了 然後跟客戶道歉 是不是很不好意思 可是我後來學到一件事 我因為道歉跟客人的關係更好 因為我就會跟他說不好意思啊 他就一直罵你罵得跟豬頭一樣 我就還是笑笑的 然後罵酒又罵出感情了 這個我是真心的 好 對 最後我想請教思惠 你覺得你做業務人生 做到現在你最成功的是什麼 最成功的幾個哲學 就是說做業務的人 一定要學會的這種哲學跟精神 我就要克服害怕這件事 OK 要勇敢不要害怕 要怎麼克服害怕就是 你看你會害怕就是不夠相信自己 那如果說今天我要怎麼樣相信自己 就是沒有辦法 你在害怕沒有辦法相信自己 就跟投資一樣 就是很害怕都覺得自己會輸錢嘛 對不對 那業務也是很害怕覺得自己拿不到單子 對 這時候你要想說你為什麼要這麼做 我是為了給孩子買房子 我想帶我媽媽去旅行 有一個使命感 OKOK 那你為了達到這個使命版 突然就不怕就衝出去死了 就是衝出去啊 不管就是 不管死或火就先衝了再說嘛 這不就是 就是我的哲學 先有一個崇高的目標 而這個目標 沒有很崇高 只是身邊 家人短的目標 比如說 我想給兒子上幼稚園 因為我沒有上個幼稚園 我就希望我孩子練好一點幼稚園 就這樣子而已 好好 設定一個 自己可以 可以激勵自己 要往前衝的一個動力就對了 對 其實就是 為別人支出 很棒 那還有呢還有什麼 我還有時間嗎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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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講幾個我覺得你這個外面很棒 還有一個我覺得是怎麼樣把心理負能量 就是這時候心情不好怎麼變好 那怎麼變好 很簡單 客人一直罵你罵你 罵你猪頭 罵到豬頭 ABC我自己事件 你要想每個事件發生沒有對跟錯 像客人罵我豬頭叫我回家種錢 明天不用來了 這件事有錯嗎 沒有錯 錯的是我對他的感覺是什麼 我可能覺得很難過錯 或者是說 欸我去外面 像我那時候就帶我 那時候被罵到豬頭 眼淚一直想要流下來 趕快帶著小 就下課去接我兒子 然後呢 去公園玩翹翹板 嗯 他沒玩過翹翹 他上去兩顆牙齒有沒有幼稚園 笑得很開心 他動動動 他一邊動動動我一邊流眼淚 我眼淚一直流 我眼淚一直流 突然我就笑了 為什麼 公司給我薪水啊 我在老闆罵他的 關我什麼事啊 我就 又跑回去工作了啊 就是有沒有常常就是 你只是個轉戀 在你當下心裡不好 其實你去做別的事情 看個電影又什麼 所以兒子在那邊笑很開心 我只要兒子開心 媽媽嘛 就是孩子開心 我就開心了啊 我管旁邊的好不好 所以我以後被客人罵 老闆一天叫我回家種田耶 明天你不要來囉 你白吃你笨蛋喔 可是我都跟他說好 我第二天還是去上班啊 我都同事都不見了啊 因為你知道業務那個淘汰率很高 OK 對啊 太棒了齁 這個 今天從程師會的人生經驗 他的這本書啊 非常值得參考 他的人生經驗很豐富 在職場的這種高興也好 不高興也好 成功也好 失敗也好的經驗 都在這上面 提供大家參考 最後啦 最後自己想請教你啦 有什麼股票可以買了 台積啊 OK 我真心我跟你講 我去年的時候我把 我不是房貸還掉 我這本書嗎 對對對 然後我去年就台積的時候 我就把它拿出來 買了20張台積墊 我真心的 哇 那你現在賺很多咧 台積已經到 而且不要賣 一直繼續放 OK 為什麼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我是一個財報跟總經型的 對 然後現在就是我覺得那個 匯率從去年12月1比33 現在1比30 除非他再繼續或是緩升息 那 最近缺的GP比較紅 還有一點我覺得台積墊本一比 真的很委屈 我想孟華哥應該知道就是 現在93 那過去可能25 26 就算賠也是暫時賠 我相信 好 世界上可以比台積墊好 好 聽你的話我就繼續加碼了 哈哈 沒有我們可以短線一起加碼 對啊 非常謝謝曾思惠來到我們的節目現場 以後再多請教你一些 理財投資 其實思惠在理財投資上很厲害 等一下 試一下我也要再請教他一些問題 我們不是要出去玩嗎 兼兒童姐 OK 我們出去玩 等我節目做完 OK 謝謝思惠 拜拜 多忙 多忙 喔 你們